餐飲業者競爭相當激烈 想問有的店家居然採取的是負面來行銷 而且還引起話題 就有網友分享是在外送平台 發現了一間超特別的店家 強調說本店很難吃 控肉飯更著名了肉很少 拜託大家不要點 就網友不信邪點了下去 就發現了一個控肉飯加蛋 居然要價160塊錢 甚至這三塊的控肉 薄得跟蒜泥白肉一樣 那麼業者對此親自出面來澄清 他直言現在物價上漲 不會因此來改變售炸以及份量 在滿滿白飯上放幾片油亮亮控肉 再咬些滷肉滷汁 最後再放上剛煎好的雞蛋 就可以肉呼出餐 不過有饕客點了之後 忍不住抱怨 網友發文怒批 在外送平台看到中立一間超奇葩的店家 控肉飯註明 肉很少拜託不要點 他不信邪點下去 沒想到加一顆蛋 竟然總共要160元 裡面只有三片跟蒜泥白肉一樣薄的肉 感嘆貴又沒有道理 給了兩星評價 不過老闆疑似接受不了評價 把控肉飯又調高價錢 希望客人不要點 讓他好傻眼 一碗控肉飯破150元 部分消費者真的難買單 覺得太貴了 不應該只有三片這樣 至少要這樣子嘛對不對 太少 太少的話就就就不合算了嘛 反向的操作當然也是有啦 會去調整它的內容物或價格嗎 不會 因為 第一個也是因為 物價現在一直在上漲 中立業者親自澄清 不過我們實際來到 另一間位在萬華的控肉飯名店 他們的肉雖然只有一片 不過一筆之下 比中立的這間還要長 還要厚 但價錢只要一百元 豬肉的價錢就已經貴到都不行了 菜小塊你就要配兩塊給人家吃啊 當然說 哦那麼小塊你也做一個便當啊 其實看看最新公布的毛豬排卖價格 每公斤交易價格來到九十元 標迫歷史紀錄 豬肉貴桑桑擋不住 但餐點價格是否合理 饕客心中自有公道 舊武鎮宇謝祥玲劉瑄 採訪報道